当暑假遇上无心法师2 于是,有闲暑假有时劲 追剧脚步不能停 作为一部上映半个小时 不放两旧破译的神剧 无心2可谓是相当的讲究 比如无心柱的余庆里 居然是当年上海乱战时 真实存在的地方 还有Nillimike是白琉璃 明明是一枚标准的 萨瓦迪卡伯帅哥 怕起中文台词来 除了帅得一脸鼻血以外 居然口型基本都能对上 惊不惊喜中文时级 point是 就连只有一两个尽头的群眼们 都在用生命演绎 表情敲入了戏 却眼门都如此投入 忽然 有种被主角支配的恐惧感 无心之处 皆有心无心法学都第二步了 无心寒冬局势 都活了一千多年了 居然 还是见了穷 给苏涛发疯电报的钱 都得翻箱倒柜的找 扎心了 发特 没钱归没钱 无心 依旧保持着一种 静过体面的讲究 这部 电风扇 水缸 脸盆 甚至是机子 不但家具一应俱全 百放整洁 家里也是一尘固染 窗台上还养着一抹绿色 清晴的生活里 还挺有情绪呢 无心尽管在赚钱方面 也不是小能手 但是 衣品倒是挺好呢 素色的衣服穿达的有层次 却又俐落 情于更换 保持干净的衣着 总给云一种很清爽 低 感想 为了义务形象 他甚至还有一套专门的反师服 喂 无心法 龙能来我家看个风水法 贫穷与富有 对无心而言 都不是啥色日子照样过的讲究 讲究是他看遍历史更迭 要魔鬼会后 对生活的认真与热爱 是无心之处 皆为有心 苏子人不称名的猫也心里心外 这单配 这嘴唇 这眼神 这气质 世间竟有如此超凡脱俗 必美男子 他是谁 姓神明啥从哪里来了又到哪里去 他就是上海逐渐内副甲一方道 小丁猫成谣事 猫也 请问 您还学春伞呢吗 风里雨里都等你的那种 当然 作为上海他有头有脸的猫也 更是讲究 瞧 这被投书的 那就更不用说穿着了 猫也的日常打开方式 今天 抹上人如玉 是无双公子 明天又换了一种苏法 接下来的出场 更是苏到不能忍法 从衬衫领带到马甲西装 就连搭配衣服的胸针和戒指 都不太重样的 帅的 不是人间烟火也就罢了 服的更是毫无人性 从水上别墅 到巴洛克风格的家具 还有一个让女仪看了 想流泪的超大衣帽间 陈瑶曾在接受采访时说 小丁猫来到世间就是为了玩 这种玩 其实是对生活的另一种讲究 是极尽体验与享受生活的乐趣 然而 那份疯狂的背后 也总有那么一个心酸的小故事 戏外的陈瑶身为一介弱女子的她为了小丁猫 不仅剪掉了鲜爱的头发 大夏天里除了穿着整套的西装 西装里面还穿着树胸 厚如棉袄的肌肉衣 还用声声在鞋子里垫了两层高 特效族走先拉 作为一部玄幻剧 特效导门举起你们的双手 江湖多年流传着五毛特效的毒药 这部剧的特效简直 剧了 大白贝多内丹 化成了狐狸圆形跑的无心家那段 不大丝丝狐狸毛的都做出来了 就连大白的影子 甚至是爪子踩在床上形成的脚印都做出来了 还有隔壁片场跑来尬屁的黄鼠狼 少数 少数 这可怜巴拉的小表情 分分钟被盲话呢 等等 走心特效组就连第一集片头 一飞而过的鸽子都做得讲起哟 那是听一声动啊 港针 无心二将讲究进行到底 讲究是对台词与演技的琢磨 是无心和小丁猫对待生活的 一种正能量姿态 也是剧组 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无论是从家去摆设 服装穿它 还是特效效果等等 无心法师 二剧力 无不重施这用心与精心 好了 小编的小板凳已经准备好了 坐等下周剧情更新了 苫 儿 姐姐 刚刚cle葫 try 你 你 Side 你 两